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281项发生了山壁土石崩落的情况 土石流泥灌入了两户民宅里面 信吼人员及时撤出 当地的议员和里长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民众后续的处理 滚滚泥流 随着大雨不停从房子里面往外流 再仔细一看房子里面堆满土石 从大楼顶楼往下看场面同样相当惊悚 这里是暖暖区暖暖街281项受灾最严重的两户一楼住户 由于受到泥沙台风影响 大豪雨造成山壁整片崩落 土石泥江灌入民宅里面 幸好在暖暖区公所 当地里长和议员等人员协助下安全撤离 市议员和里长希望市政府能够协助民众后续的处理 我看到这个状况土已经盖到这个后面的屋顶了 那我就叫他们要赶快撤 那他们有一个阿嬷正好在后面这个整理东西 我说你不要再整理了赶快撤 结果我们出来不多久 那个土整个就啪掉下来 还好阿嬷被喷了满身都是泥浆 还有一个小朋友 那人还好没有怎么样 那后面我想后山 这边纳粒的时候已经贪过一次了 但是我觉得做的大概不是这么好 那这次又贪下来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也要求市政府 是不是要求私人的土地 那他们要把这个坡 一定要看是怎么样固定 固定好不要再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发生 我想住在旁边的居民 大家都非常担心 只要雨下大了 真的担心到底要怎么办 还好昨天没有人员伤亡 这是最感谢的 那我想再来市政府 他们要赶快来进入 怎么样帮他们善后 帮他们清 这是我想最重要的 今天重点的诉求是 希望政府能够拿出他的魄力 把这一次那个私人的 土地的地主找出来 赶快把这个方案解决 他不能解决的话 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三位议员的合作 看后期的动作 要怎么赶快把它加强起来 然后把这个应变灾害处理得很完善 另外同样位在暖暖的幸福华城社区 也在风雨最大时滚滚泥流 不断从三壁冲下来 因此包括在暖暖区公所 以及当地议员和里长协助下 预防性紧急撤离 两栋大楼住户先到下方定乡里民活动中心安置 幸好没有爆发土石流 那这个派出所也上来了 然后赶快用广播告诉附近的居民 叫他们赶快撤 那昨天还好 这一共有撤了这个八户 有撤到下面去 希望我们的居民呢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直呼吁他们多注意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直配合跟政府官方联系 做一个最好的连结 希望我们防灾救灾都能够做到最好的配合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同样受到泥沙台风的影响 七土区华新一路154号附近的道路路基 遭到偷空 崩落大概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面积 交通完全中断 目前还有十多户的住户困在里面 无法外出看病和采买 受到泥沙台风影响 基隆市封墙宇宙 七土区华新一路152号附近道路路基 遭到偷空 崩落大概一个篮球场以上大小的面积 电线杆歪斜交通完全中断 目前还有十多户住户困在里面 无法外出看病和采买 你看他现在短短一个 短短不到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啊 他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这边很危险啊 你们都没有办法进出了 没有办法 我早上走那个 旁边那个水泥这样上去 他整个都是嫩欸 是软的 都不敢上去欸 太危险了 对啊对 所以你们里面还有十几户这种 有有有有有有有 里面很多户十几户 有很多户啊 像那个阿比有一个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行动不方便的阿伯 他那个每天都要坐那个电动车 下来买东西 他如果这样冬掉他就没有办法下来 那现在就是叫公务处签来做一个变道 里面有几十户就是 有三间大廟就是 那现在人车都没等到 人家都不走 再去温林中 早上才来这批 没路没路 这拜托公务处签来做一个变道 一号上班的时候 又跟我说他们没有办法通过 那里面也有很多住户跟公庙的一些 啊代表信徒等等都在里面 所以在这边我紧急的马上联络我们 市政府公务处相关单位 赶快利用开口企业的厂商 尽数来打通先做个变道 让他们通行 让他们民生没有问题 那至于后续的话 也希望我们公务处相关的单位 要立即的来 施作这个安全的复房等等 以免这个灾情再扩大 警方拒报后已经先封锁这段道路 避免车辆入发生危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台湾边境10月13号重新开放 总统蔡英文在交通部长王国财 立委蔡适应的陪同下 视察基隆港旅运大楼 邮轮通关服务 旅客检印设施等 复航整备 期盼更新软硬体设备后 一起努力拼观光 拼经济 台湾边境解封 总统蔡英文14号来到金融港 旅运大楼视察 关心邮轮 复航整备进度 包括对于是不是有 携带违法的 动植物的一些产品 那海关这个就用重点在于 烟酒现金 是不是合法的一种携带 在冲进的路程当中 他们也会做一些 证定的一种全带 蔡英文一一视察通关和安检设施 期盼去年完工 启用的基隆旅运大楼 在国门解封之后 提供更好服务 对中央长期支持 基隆地方建设 刘昌在支持时 特别强调 东岸的基隆塔即将完工 将结合游轮旅客 一起带来地方繁荣 基隆港在市港战事 这条案计划里面 几乎已经大致完成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 金融市港打造成为一个宜居 而且适合游轮旅客 来观光服务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式的环境 那在六月份 城市国安会的时候 从洪到的是西岸 那中间有看到整个西岸 游轮旅客大楼的一个整理 另外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东岸 那整个的一个市港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已经具有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水准 履义通关的一个速率 也大幅的一个提升 所以简单来讲 基隆港市已经准备好 再次迎接国际以及国内游轮的一个旅客 那另外呢 我们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还有几个重大的一个 城市建设的计划跟工程 也即将完成 第一个是我们的 东岸的基隆港 也即将在今年年底 完成来进行市营运 那就会跟我们东岸的游轮旅客大楼 就可以串绘在一起 然后可以连接上我们的 希望之丘中正公园 形成一个三海的一个油气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在 这个月的这个22号 我们的灰海影区 也就是军港西圈 即将进行拆清的工程 这几年来 我们大家努力的成功 所以非常感谢总统的答应付词 那未来在这个部分 其实缺不是缺邮轮 今天虽然我们来这里 看了视察之后 我们的邮轮还没有进来 那早上我在立法院 请教部长的时候 部长也说得非常清楚 就说我们邮轮的复航指引 目前正在 疫情指挥中心做最后的审议 我们希望竞速来完成 那竞速完成之后 未来就要拜托的公司 在这个部分 跟邮轮的业务者竞速来掐上 我觉得不是只是明年来 也许明年就可以来 不一定 只要我们完成相关的准备工作 欢迎所有的这些业务 我相信更多的游游客 会来到台湾 那过去很多 基隆市民都提到说 游游客来台湾之后 好像都不会留在基隆 都跑到台北去了 那刚才我们的市场 也说得很清楚 基隆市相关的配套的工作 一步一步的落实 我们光场 海洋光场 基隆塔 新的周遭困间落成之后 会让许多更多的游客 愿意留在基隆这个城市 既前一天视察桃园机场 总统蔡英文来到基隆视察 海运解封 象征告诉全世界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道 而边境解封 国门开放 为了迎接后疫情观光时刻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到 基隆仁爱市场 推广在地美食 也到阿拉宝湾部落 体验射箭文化 哇好好吃的样子哦 我跟总统报告 这个是地点 这边是这个最好吃的 来到日本料理店 总统蔡英文当场点餐外带 那爱市场的楼上 现在已经是 不只是菜市场 才是美食店 那国外的游轮的观光客 也会来这边 对 也会来这边 然后台北 或者双水的客人很喜欢 这个要是游轮回来 会更忙耶 总统蔡英文到汤圆店 享用起猪肝肠和咸汤圆 爱吃小吃的总统蔡英文 频频点头称赞 别人水饺滩 天妇罗滩 通通走过 路过 没有错过 亲自来 基隆仁爱市场走一趟 就是要告诉大家 台湾观光准备好了 相信在稳定控制疫情之后 开放了国门 我们整体的社会 会迈向正常生活 而且这个步伐会越来越快 那我们也会再一次的 带动新一波的国旅的热潮 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 更多的台湾人 大家能够来这里走走看看 来基隆 看港口 还体验我们阿美族的文化 蔡英文也到阿拉保湾 原住民聚会所参观 听取简报 这楼固井其实是古迹 那这个过去呢 因为有很多的垃圾 还有停放的车辆 所以我们把这个井盖 因为这个居民还在用的水 所以我们把这个井盖 做了一些设计 然后这个是融合了在地的一些 文化的这一些发展的一些故事 然后做了一些镂空的 雕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总统蔡英文和金融市长林厚昌 立委蔡世英一起手做DIY之外 也品尝部落美食 还有我们这个最最漂亮的 是中文交代我们贵宾的 席腦跟那个山猪肉 用马告去腌制的 希望你们喜欢 市长林厚昌亲自示范射箭活动 总统蔡英文频频拍手 太厉害了 好强好强 同众加油 非常谢谢这个同睦 还有很多住人同胞 他们这几年来 跟市政府一起合作 所以初步有一些成果 那特别带总统来体验 然后也希望能够 透过总统的加持 让这个部落的未来 变成是基隆河滨岛地区 最棒而且最亮眼的一个 特色的一个文化观光旅游的 我今天到这里来非常高兴 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里 刚才那个菜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真的我看过最好吃的 那个我们原住民部落 阿美族部落的菜 我不晓得会不会对其他人不敬 但是真的看起来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这里 走走看看跟我们阿拉宝湾文化的聚落 跟我们的族人在一起 一起共同来享受 我们阿美族的风情 首次来到阿拉宝湾的总统蔡英文 对吉隆市长林侯昌八年经营用心 相当称赞国境开放后 意后复苏 台湾拼观光正在全力启动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道 金融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周边古迹 陆续修复开放后停车需求大增 金融市政府方面争取到前瞻建设经费 规划新建281席的停车位立体停车场 交通处特别举办地方说明会 目前已经完成都市计划审议程序 预计今年底发包动工 金融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周边古迹 包括教官眷社 要塞司令官邸 要塞司令部 及太平轮纪念碑等陆续修复开放 游客停车需求大增 金融市政府因此争取前瞻经费规划 在祥丰街与丰冷街 41项新建停6立体停车场 目前已经完成都市计划审议 预计年底发包动工 目前要塞司令部停6停车场的一个 目前办理的进度 我们已经完成都市设计审议的一个审查 还有随路保持的审查 也都已经通过完成了 目前在进行三坡地审查的第二次的一个审查 我们预期在最近也可以完成 我们也积极地在处理相关系部的一个设计图说 那假设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上网公告招标 工程的部分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 就可以完成发包跟动工 那预计的工期大概是900天左右 所以大概是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那假设一切顺利的话 在两年半以后大概就可以来完成 那整个停车场的部分是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一个建筑物 那包括顶层也可以来提供停车 那总共规划的一个停车数量是281席的一个汽车位 不过因为停车场范围现有自来水加压站 金融市政府交往处方面将先协助自来水公司 进行加压站地下化工程 因为前面靠近正峰街的部分 是自来水的一个加压站 那自来水加压站也是在停车场用地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也会协助自来水工程 把加压站重新做一个改建 然后建立这个地下的一个储水槽 还有未来提供比较好的一个自来水的环境 江处也在地方举办说明会 对于施工期间对周遭环境停车出入动线 及建筑物安全影响等逐一说明沟通 并听取地方意见 希望这项立体停车场工程在地方支持配合下 能顺利进行 记者张旗团金融报道 国民党的基层凝聚状况到底如何呢 议长蔡旺莲服务处举办了百福社区的助选活动 议长蔡旺莲说虽然风强雨大 但现场还是挤满了支持者 可以看见国民党的高强度组织 希望百福社区一定要赢 虽然天气被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真的是风强雨大 但是没有交习百福社区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 从四面八方而来 展现跟过去不一样的凝聚力 风雨坚沉加油动转声不断 因为雨下很大 本来依据说可能来的人数不会很多 那结果还好今天还来了一百多个人 这可能就是我们去党部的他们这些党务工作人员 多多少少去打一些电话 也没有预期说今天人数会爆满 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愿意冒着风雨来这里 非常感谢他 我在这里先预祝我们谢立伟能够顺利当选 这一次的基隆市长 所以拜托大家 给国良一个机会 我们把招商引资 把企业邀请来鸡人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大家说好吗 好 还有第二项 就是我们医疗的品质 所以我拜托大家 我们时代的健康 我们孩子的健康 是我们最重要的 拜托大家 给国良一个机会 我真了解 也很有感受 我们把鸡人的医疗品质 提醒 给国家好的医生 邀请来鸡人 顾我们时代的健康 大家说好吗 好 小爱爸爸如果是做市长 我要把全鸡人籍的公立 和私立的国秀 初中和古中 都用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来给我们的教育品质 来提醒 给我们好的孩子 有想要认识的孩子 也都可以留在鸡人 认识中认识中 大家说好吗 好 议长蔡旺莲也提到 目前选举的状况 因为传播科技环境的改变 加上网路手机 社交软体 变得非常多元化 但除了空站也要入站 候选人跟选民 有面对面的请托环境 才有办法展现诚意与温度 增加认同与支持 估量共赏 估量共赏 记者黄润生 基隆报道 近期两岸的关系是越来越紧绷 对岸的军机 屡屡横跨海峡中线 曾经当过职业军人的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应 就率领游市议员候选人组成的 基隆队签署承诺书 强调捍卫台湾 绝不投降 蔡世应也强调 他的政见里提到的 强化军民合作关系 就是希望让基隆这一座国门城市 能够更加安全进步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应 与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 及基隆市议会党团总召 周文廷等基隆队成员 共同签署承诺书 宣示捍卫台湾绝不投降 苏仁和表示签署承诺书 代表台湾有自救的决心 友邦才有信心出手协助 陈代理基隆市长的台独联盟主席 陈从光表示基隆位于台湾头 基隆保得住台湾就保得住 签署承诺书是必要的 曾经是职业军人的民进党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应表示 军人的信念就是绝不投降 藉由这一次签署也让基隆队成员 都有捍卫台湾绝不投降的信念 他也把强化居民合作关系纳入政见 希望建立安全和进步的城市 对我来讲 人生中的经验就是如此 捍卫台湾 保障台湾绝不投降 更何况 现在参与公职的竞选活动过程当中 也要让基隆市民知道 蔡世应 还有我们基隆队的所有的成员 都是捍卫台湾 绝不投降 不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我们都会为台湾人民坚守在第一线 所以我在我这一次的市长选举过程当中 我的政见提出了一个 特别有提到 强化军民合作关系 这是所有的县市长 台湾县市长候选人 没有人提到的 只有蔡世应提到 金融市议会总召政听等人也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签署承诺书更有意义 议员除了监督市政外 也必须关心国家安全 在国家有危难时 应该挺身捍卫 基隆身为国门第一线 希望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看见基隆的决心 捍卫台湾 绝不投降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此云寺要是否定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碧笃 木科解王的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钥匙佛殿参拜 感受发型 辛苦了 李董要租的五台车 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 使用牌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 一化及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正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搅难 太安心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为了要协助中山区弱势 及急难救助的学童 金融事议员张炳君 特地协助中山区五所国校 和高中学校争取来自民间 共16万元的补助金 帮助这五所学校的弱势 及急难学童度过难关 为了协助中山区弱势 以及急需救助的学生 金融事议员张炳君 特地协助区内包括德河 中山 仙栋 西定 四所国小 以及中山高中等五所学校 争取来自民间 总共大约16万元的 善款补助金 帮助这五所学校的弱势 以及急难学童度过难关 也希望借由这些 专款专户的使用 让他们在求学的环境上 可以更加的稳定成长 未来也成为我们国家的动良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 我们这位 为善不育人士的深美家长 那我们也会秉持他的精神 共同来为我们 这种弱势学童 来去努力 来去奋斗 这些善款是由本市 深美国小不具名的 善心家长们共同捐赠 帮助弱势及急难学童 行善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年 捐赠给全市 有申请善款帮助的学校 多年下来将近一千万元 而捐助补助金的 善心家长代表 其实有到现场 但是非常低调 不愿意露脸 由议员张炳君 以及深美国小校长陈建文 代表捐赠给受证的 国小校长们 我们八年前 我们深美有一个爱心家长 然后他带着他孩子共同 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 多做一些事情 那尤其是照顾弱势孩子的部分 所以这八年来来 他持续不断的 然后找了一些好朋友 一起募集了很多的 奖助学金 希望帮助我们基隆市 所有弱势的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不要受到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 而影响到他的学习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这个建文校长 真的是非常大气 把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分享到我们各区的学校 那也谢谢丙居艺座 把这个资源引进来 我在这非常代表 全校的家长 孩子们感谢 谢谢 市议员张丙居非常感谢 也肯定这群默默行善的 善心家长们 更深刻体认到 他们的善心和爱心 是基隆最美丽的风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怎么叫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1G只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G只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